大家好,我是江浩克 国际关系中有一条势力 标速不可转换的规则 在中美之间的竞争就出现了 在不同的问题上 双方的实力对比是不一样的 有的实力我们跟美国差不多 比如像贸易上 我们跟它差距就小一点 那军事上呢 我们差距就很大 所以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经济力量上 就跟美国差距小 所以才形成了很多国家 我们经济靠美国 你保障不了我 你也不保护我们 现在的变化是 美国的政策 对它的国际环境变化非常大 劳布什时期那个政策 一呼就有30多个国家 可以跟人一起打仗 到现在特朗普的政策 连5个都上不来 我估计那么好 他只能自己一个国家 他根本就没有国家 支持他进行战争 所以这样你就可以看到 经济力量影响科技节目 我们可以和美国很接近 反过来就是说 越接近越怎么样呢 斗争越激烈 就是说你跟他的距离 还比较大 离得还老远啊 那我用不着这么早 就防着你 反而那个斗得不怎么厉害 你越接近 马上你都到他身后了 你都在我身后了 我再不扒拉你 你就过去了 所以大家看 那个短道速滑比赛 为什么摔跤的地方 而在弯道的地方呢 他就是弯道是超越的地方 你在直线你过不去 肯定弯道还能过去 所有人都在这边过 你要他过 他不让你过 他就会摔倒 不是技术不好 你要没人管他 他们哗哗哗100圈都摔不倒 你要是过他 他如果不让你过 他扒拉你 那不就摔倒了吗 如果要超越别人 被人拉倒了 就违规就摔倒了 现在时机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中美之间表现在 经济上的竞争 比军事上的竞争 更激烈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你的经济科技的进步 让美国感觉到 你对我构成的威胁 离我太近了 他现在拿的根据 就是那个2025年的中国的报告 是你自己写的 你说2025年都哪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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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哪项超过美国 都是你自己写的 你要超过我 那2025年的报告 那么2025年还剩几天呢 没几年了 这不眼看着马上就要到了吗 所以我不挡着你该怎么办呢 那军事上呢 我们就给它差距比较大 所以呢 就没有到了那么厉害 在文化上呢 我们中间现在 还刚刚开始这个东西 还不太严重 但是就是现在 这个东西倒起来是比较大的 前两年 严学通教授写了一篇文章 主要是说 中国的价值观 有哪些可以把美国的 这三种价值观合起来 可以避免意识形态之争 文章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内容 说西方的自由主义 核心的价值观 有三个 自由民主平等 好了 这三个不是中国的传统里面的 我们有没有比较更好的价值观呢 我们有 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人 毅力 我们有这三个东西 我们的人是什么呢 我们的人讲的就是公平 公平不是平等 但是公平可以包容平等 什么叫公平 比如上公交车 谁先上车 谁有坐 这叫平等 所有人都一样 老幼孕妇上车 年轻给老幼孕妇上坐 这叫什么 这叫公平 为什么咱们讲的人 一定是领导对下级 下对上 他不能上对下 只有上对下 这叫人 下对上不叫人 下对上叫尊重 道理在哪呢 一个原因 就是说我们人有权利的 照顾没权利的 强者照顾弱者 占优势的 照顾不占优势的 这叫人 弱者帮助强者 那不叫人 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说 那个跟公平是很相似的 公平是说你 比如大学里面 我们现在有个规定 少数民族可以分低一点 说要照顾一点 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 现在我们感觉出来说 对弱势群体要让一点 比如咱们传统中国 还有一个在人的字句上 一个所有人都知道 天天用的一个概念 叫让 如果我两个孩子 一定是大的让给小的 为什么中国人强调 大的让小的 哪怕这两个人是孪生子 哥哥得让弟弟 没有掉过来 孪生子两个吵架了 爹妈说 你得让着点弟弟 让哥哥让着弟弟 为什么 一定是哥哥让着弟弟呢 是因为哥哥强 但是孪生子 前后就差两个分钟 两分钟他能强到哪去呢 这道理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说我们中国 有个传统的文化 说人生下来不是人 是动物 是通过你后天的教育 使你变成人 所以我们说叫做人 那就是说 这是文明的问题 你哥哥应该比弟弟先出来 那就你比他更有文明 所以说你让着他 说他是个宠物 是个狗 你跟他争什么呀 具点型的例子 就是中国有一个新闻联播 过了一个姐妹 前后孪生子 相差只有两分十几秒 这么一对 六岁的时候父母伤亡变成孤儿了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 两岁小的弟弟 这三个孩子 那个孪生子的姐姐 早出生了两分十几秒的姐姐 就承担了全部的家庭责任 然后你说他 所有事情都要做 他至少要去领 那个救济金吧 领完了要去买粮食 所以说他这个六岁的小孩 开始干这个事情 就很辛苦 等他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呢 中央电视台就对他 做了一个这么一个采访 问这个孩子 问到最后就问了一个问题 听完我特别感动 问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不想干什么 他说我最不想当姐姐 他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我就比他早生了两分十几秒 他什么都不管 我承担全部的责任 这对一个六岁的孩子 就开始承担整个家庭的责任来说 压力有多大 但是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你早生两分十几秒 你就意味着比他文明 你多接受两分的教育 你就应该比他文明 你得让他 所以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 我就说这个人可以提升现在的平等 平等就是咱俩拳击 谁把谁打倒了就算赢 但是我们个人要讲究什么呢 要让 就是说拳击比赛要分成重量级和轻量级 不能重量级和轻量级同时比赛 否则大概对于轻量级来说 他永远赢不了体重比你重的 体重比你大的那些人 所以这个观念实际上国际社会接受了 然后呢 这样也就是平等有了基础 在平等的基础上 然后还有考虑要公平 下一集我们来说一说 人意理中的意和理 我是江浩克 关注我 关注更多的浩克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